那个女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喜欢 后来 后来北京的时候她俩经常闯闹 而且对我儿子特别不好 现在她关在门外 大母亲没有不喜欢儿子 我儿子这么优秀 这么帅气 我希望我儿子找个更好的 条件优越一些的 美观大方的 那你怎么看她这四年为你儿子的付出呢 付出的同时她俩都在付出 我儿子也在付出 这是亲兄弟还是 表兄弟 表兄弟啊 表哥 你给她介绍相亲是吧 是的 你不知道她有女朋友啊 为什么给人介绍相亲 我就感觉她配不上我弟弟 你这不谈了四年了吗 听这个 四年前那时候心太太小啊 没想到以后想结婚呢 现在她的想法已经超越了 我舅妈心里承受那种能力了 舅妈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给我弟弟去追降 我在北京也混了好多年了 而且我们公司没女友读 来 哥哥给我站过来 你现在是想起关你弟弟了 你弟弟刚来北京的时候 你不也在北京吗 你弟弟住地下室的时候 你在哪呢 你弟弟没发觉的时候 你怎么不管呢 怎么都是我在管 那时候你怎么不出来呀 现在这样了 那都是当初了 你也知道那是当初 那当初你怎么那么做呀 现在你觉得你弟弟有这个能力了 你现在觉得你弟弟有钱了 你给他介绍更好的了 那以前我们家也没有人在你家拿钱 跟我弟弟啊 那都是你家自己愿意的 你怎么说话没良心呢 什么叫人家自己愿意 怎么说 对 你直接回应他那个问题 你弟弟刚来北京的时候 为什么你没给他介绍对象 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感觉我弟弟小 我给他介绍对象也成不了 所以就不想给他介绍 感觉你弟弟小 还是感觉你弟弟没收入啊 自己都养活不了 怎么养活别人呢 你怎么不知道养活养活你弟弟呀 就阿姨 你拆一张庙不拆一张婚 我跟你儿子这么多年了 现在我就觉得你就不配我儿子 我跟你说最实类话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知道不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做的很过分吗 你做为老人 你做为老人 我儿子没卖呀 这是应该做的吗 你跟阿姨说一下 你为什么不让他儿子进房 他儿子呢 每次都是喝醉 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心情不好才是喝醉 谁心情好时候能喝醉呀 天天心情都不好 期间我又给你洗澡 又给你泡茶 你对他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是对你太好 真的每次都这样 我没有工作吗 谁大半夜起来三四点钟 那么愿意伺候你啊 那你最起码给我开门吧 自己没有钥匙吗 这个我从一开场我就特别好奇 我这个好奇心掉到半空中半天了 这小伙子能转过来让我看一眼 挣脸吗 这个大姐 这儿子确实长得不错 比较客观的跟您说 虽然他比赵川长得帅一点 但也不是那种人中龙凤的长长 跟张老师比 也差很远 您听他说 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最晚 这儿子